太吓人了 男孩未获女神芳心 居然跳进了水泥里 身体除了右脚 脑袋 以及皮肤开始溃烂止不住颤抖的左手 其他部位都被水泥覆盖得严严实实 赶来的医生都看懵了 他们从已几十年 就没见过这样的病人 男孩眼眶湿润 声音发颤着让医生救救自己 然而在手术室外 男孩的四个朋友却有说有笑 原来几人半夜溜到建筑工地 怂恿着男孩跳进水泥池来证明胆量 而他看到女神在场 未获其芳心便鼓起勇气跳了下去 哪知这下可好 自己不仅成了四人的笑话 就连女神都说男孩压根就不算他们的朋友 跳进水泥池 跟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的乖乖 写记录的医生都火气上来了 你们这压的毛娃 居然任由男孩 被困水泥整整次的小时候才选择报警救人 老娘就给你们个眼神自己体会体会 然而过了十几分钟 医生黑解还是无从下手 压根就想不到救出男孩的方法 旁边保安提议 要不咱试试拿炸药给他炸开 毕竟救出男孩的时候就是用炸的 旁边的男孩都吓哭了 难不成就没有救出自己的方法吗 黑姐见状赶紧上前安慰 你要是再继续哭 身上的水泥就会吸干你体内的水分 所以我的乖宝 跟着我深呼吸 淡定 冷静 俺会再想想办法的 而由于男孩的状况过于棘手 连院长都亲自出手了 可负责男孩的医生们 却在争吵着该先救出他哪个部位 因为除了脱水的风险 四肢要是不及时救下 那么长时间挤压下来 或许就会坏死面临节肢 但黑姐却认为该先救肝脏 因为四肢没了还能保命 但肝脏如果继续被水泥的毒素腐蚀 那男孩整个人就没了 院长见继续脱下去不是办法 立马命令大伙赶紧行动起来 医生左手拿着锥 右手拿着锤 一下一下地就往水泥上走 几分钟后 全身被水泥覆盖的男孩 右手就成功漏了出来 医生又往他身上低促 以来减少水泥引起的皮肤灼烧 接着大钻头又从他右肩转动 一点点地将水泥钻开 如此惊人的一幕 几个医生都同时上阵 有的在做心理安慰 有的在不停开凿 剩下的则负责肢体露出后的护理 男孩后悔万分 为了讨获女神芳心 现在却落得这个下场 哪知旁边的医生一听到是女孩 该不会就是手术室外 那还在有说有笑的女生吧 因为就在刚才 对方还称男孩压根就不是自己的朋友 丝毫没有关心她的意思 男孩都绝望了 自己咋就活成了小丑呢 而随着肢体上的水泥快快取下 她的右腿也露了出来 但由于长时间挤压 右腿已经出现了水肿 甚至现在每拿掉一块水泥 右腿的水肿就会更严重 为此医生立即给其右腿进行放血 以来减轻右腿的压力 也不知开凿工作进行了多久 一旁休息的黑剑 却陷入了沉思 感觉自己好像忘记了什么 直到水中的快乐水摔落在地 她这才想起来是膀胱问题 如果不排尿的话 膀胱就会被胀脱 她们立马行动 赶紧给男孩插上倒尿管 这才避免了风险 而现在她身上的水泥快只剩一块 就在以为将脱离危险期时 黑姐却严肃地告诉她 一旦她们一开男孩胸前的水泥 毒素就会可能将回流到心脏 这样一来就会导致休渴 甚至心脏停止失去呼吸 但别担心 一切都在咱们的掌控之中 全身被水泥覆盖有多严重 医生只是取开男孩胸前的水泥快 毒素就立马回流到她的心脏 几秒不到 男孩就休克昏迷了过去 接着医生抓紧时间 倒数三秒后 他们其力将从水泥拖出的男孩抱上病床 并不停给她吸氧做紧急救援 此时医生找到男孩的女神 想让她进去陪一陪对方 因为在拆除水泥时 男孩提到 女神和她不仅是朋友关系 当初还差点走在了一起 然而女神却因为在意好友们的眼光 这才没了结果 刚刚说她不是自己的朋友 都是想得到好友们的肯定 一句话总结 就是太爱面子虚荣心作祟 而此时身后的好友们 却又开起了玩笑 说女神要是进去陪男孩了 那可就要当他妈了呀 然而不管医生怎么劝说 女神终究拉不下脸 不敢前去看望男孩 但即便如此 男孩还是在医生们的努力下 成功度过了危险期 哪知此时 女神却站到了自己面前 看来 她放下了虚荣心 只见她摸了摸头 便斧下身给男孩献上一吻 却一吻 可是男孩等了不知多久才等来了 旁边的医生看到此景 也不禁有所动容 由此可见 当你在别人的内心占据地位时 不管你做了什么事 都会得到别人的尊重 但如果不把你当一回事时 你做得再多 在别人眼里都不过是场笑话 而老话说得好 舔狗舔到最后 不得好死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剧集出自 实习医生格雷第四季 第十六和十七季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